主席,各位委員,我們首先請我們退伍會,曾主委 陳委員,你好 主委,請問你,釣魚台是中華民國的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就我的歷史觀點,我認為是我們中華民國的 那中華民國保調的活動,有沒有需要跟中國大陸一起合作保調? 那報委員,因為這不是我的業館,我不宜去打 就你認為? 因為我現在公開場合我不宜講,私下我跟你講可以 但是公開場合不是我的業務,我不能帶人家來 因為你現在很多,你知不知道現在很多退休的將領 到現在搞不清楚的狀況啊,去參加,去中國呼應兩岸的這個 吸手保調的信息,然後去參加他們那些的一些活動 比如說9月29號到中國杭州去參加兩岸發展研討會,主委知道嗎? 他們去參加9月29號去中國杭州參加兩岸發展研討會,你知道嗎? 我不曉得 你不知道齁,哪些人去你也不知道? 嗯,我不曉得 這個當天的會議齁,這個 中華戰略文化促進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叫羅元 這個是大陸,羅元,大陸人 他說他的觀點獲得台灣一些退休將領的呼應 等於說我們這些退休將領啊,他是呼應他們 我們中華民國的這個保調活動要跟他們吸手來做 所以你這個部分你要態度,你們不是編列每年 編列四千多萬做政力宣導跟溝通嗎? 像這麼重要的信息,退休將領代表 相當程度代表國家的一個人民的心聲,國家的想法 而且這個是很敏感的問題 所以我們退休將領如果不斷的釋放這種信息的話 大陸當然是一直在找我們連鎖拋掉啊 那我們這個態度,你要有一個明確的表示也對啊 你要不要表示一下 我們軍人,尤其退休的這些,還備有將軍的身份啊 我們不宜去表達這些意見 所以他們不應該去參與那種的會議 對,所以你要跟他們做政令宣導 這個有,我們都還發了資料 不適合表達這樣的敏感的話題 對 私底下大家講沒關係 但是在公開研討會裡面不適合這樣講 然後被中共統戰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是國旨啦,這個是國旨 退休將領喔 你那麼多高興 他這裡面寫的是不是真的我們還不知道 因為這些訊息 這些訊息是不是真的我們還不曉得 那個主委,我在問你 退休會投資了很多家的這個天然瓦斯公司 天然氣的,天然氣的公司 到底目前有幾家?你們投資的?轉投資的? 我們轉投資15家 15家 你這些15家裡面 董事長跟總經理 有哪些是退休將領? 15,我應該這樣講好不好 因為每一家的狀況都不一樣 每一家的狀況都不一樣 並不是固定我一定當總經理 或是當董事長不一定 不相同的交叉性的 我只跟委員報告 詳細的數字 那些資料下去以後我們給委員 好 你給我一份 我要了解一下 到底 到底目前的董事長跟總經理哪些是退休將領? 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你知道現在大學畢業生 幾薪大概是多少錢嗎?幾薪? 大概三萬塊 三萬 沒那麼多啦 三萬兩三萬 他董監事 這些轉投資公司都是民間公司 只要是會裡面派出去的這些董監事 這些錢全部回來以後 回到我們安置基金 我們都不可以領 我們都不可以領這些錢 全部交回安置基金 確定嗎? 這是真實的事情 不是確定的 本來就是如此啊 我是希望說 這個類似的情況 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退休將領 他領了一月薪水 然後又領了很多的各種明目的錢 這社會的觀感不好 都回安置基金來了 那你現在天然氣那麼貴 一般民眾 物價都上漲 你們要求一下 這些所屬的這個 天然氣的一個公司 能夠大家配合共體時間 降價 有沒有做這樣的一個想法? 報委員 我剛剛有跟你講 我們這些投資轉投資事業公司 我們的股份只在50%以下 不超過50% 那我們今天要做這個事情 那他們是民間公司 他以公司治理的原則 他有董事會 那董事會不通過 我沒辦法 但是我可以說 我們上次說降價 希望他不要賺 我們都去韓請各 我們的會見的這些首長 在董事會裡面去表達意見 有表示嗎? 有啊 我們去過韓 有沒有辦法公文給我看一下 我們把去年 去年我們下了一份公文 就為了他要上架 我們請他不要 供體時間 不要賺 有發這個公文 有有有 民間表示這樣子 我是覺得說這樣子 因為我們 我們投資了15家 這個其實15家都是 我們都是股東啦 大股東 小股東 小股東 大股東 不能大股東 大股東我們就違法啦 我們都是小股東啦 至少都有董經事名額嘛 在裡面嘛對不對 這個有 都有相當的影響力嘛 我想你做這樣政策宣示的話 我想 就有那種效果啦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現在每家 新字號的公司呢 都有堅住一些任養 農民遺孤參與社會活動 對不對 對 那這個 我看你的資料都是用貼上去的 都是這樣子 每一箱子這樣 到底捐給誰 做哪些公益 這些也不細目 這個我們曾經都給過 醫院裡面 有人要過 我們都可以給 他就說做哪些公益活動 細目 我這生寫太多了 對 你能不能給我一份 可以可以 我了解一下 我要請 這裡還有幾個問題 請的 現在這個 衛生署為了執行 醫療核心業務啦 所以他把那個 現有的人力 外包人力 都納入我們這個 人事的員額 請問你現在 我們現在 我們所屬的這個 金醫院也好 退伍 退伍會的這個 相關醫院 我們現在的 業務的員額上限多少 大概上限我們 有我這裡有數字 第幾 總員額第一 第一樣 全院全院 我們現在榮總院所有的員額 預算員額是九千七 縣緣 八千三 其他都是 其他都是 用約故人員 外包人力來補充的 還沒一額 約故 約故人員 那目前還沒有 約故人員 目前 我們按照 遵守那個 監察院 跟行政院 我們人事總處的意見 就是現在把所有的缺緣 編制上的缺緣 全部從約故人員中 優先全部補食 約故人員 對 這樣人力夠不夠 不是 人力當然是不夠啊 那我們這些 有些長照的工作 目前 是不是有些 外勞 或是外配在執行的工作 這些約故人員 醫院裡面 本身我們是有一些 委外的一些照護員 這是沒有錯了 因為這些都是跟外面 就是人家來投標來執行的 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 還是一樣 跟一般醫院一樣 都是外勞 跟外配的下去執行 這個業務 長照的業務 有一塊 有部分的 有部分 我是認為 因為 醫療這個動作 這個是要照顧病人 那 現在我們要讓充實 整個醫院的醫療品質 讓一些 約故人員來補充 這個 這個照顧的能力 這個我不反對 但是 素質的要求要到位 素質的要求 素質的要求 對 要有專業的素質 那不要變成說 這個 這個 應該得到最好的照顧 結果沒有得到最好的照顧 反而傷害到上身體 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依然有個森林保育處 後面有一塊土地 現在租外租給別人 在使用 那個 租給誰 租給多久了 什麼時候到期 是不是有特權介入 來 請出 我請出長給您 這個 現在這一塊地 有一部分 是跟宜蘭縣政府 我們有合約做臨時的轉運站 然後 旁邊 有一部分 是跟 唐傑公司啊 有做出租的事實 那這一個案子 我們認為 還有 行政的缺失 我們正在追究 行政的責任 你現在 那市長我知道齁 現在這個地方最大的問題 是不是有按照合約來執行 第一個 它有沒有轉包給其他廠商 第二個 這個廠商獲取暴利 就是唐傑公司這個獲取暴利 大家 去租的人敢怒不敢言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它是不是違反我們當時租業使用的目的 要去查清楚 第三個 環境的管理很重要 環境的管理啊 喔 第四個 我希望 這個案子 能夠有一個 明確的 對社會公正的一個 一個 一個調查報告給我 你能不能 在短期間 多久 調查一個報告給我 我們儘快 應該在 兩個禮拜之內 可以把這個案子 做一個 簽給我們 主委來合批 因為這個案子 監察院的調查處 也在調查 省據部 也在調查 我們認為這個案子 因為我們非常慎重 因為它是中間 轉租給人家當服務處 轉租給人家做 餐廳使用 轉租 都是轉租啦 不是它自己經營的 那 以時要轉租的話 公開分幾塊來租 那租金也可以 大家公開來競標 租金是不是比較高 所以它根本就是違反 租業的合約規定嘛 所以難怪地方上 很多人能夠抗議 就是為什麼 他 讀過他一個人 他可以承包這樣的一個租業 所以這個部分 已經受惠到 已經違反到社會公平性的問題 那最後我想請主委 我在 這個我們榮民伯伯很辛苦 為一生為國家奉獻 我們都了解 我們也希望說 陳儒你上次到宜蘭的時候 對我們榮民這些前輩所做的一些鼓勵 我都很贊成 我也希望說 這個主委秉持你這個 這個行走基層這樣的方式 多了解農民的需求 那徹底照顧農民 以上